潮水退下去之后,这水坑都显漏了 哎哟,条小仪 好像是八爪仪哦 嘿,还挺会躲的 哇,这鱼不错 看,又想跑到里面去 抓住它这个头 哇 这鱼漂亮 八爪鱼也是特别好吃的 海茄子 吃海茄子也是比较麻烦的 有很多网友见到都不知道怎么弄 三两句话也不知道怎么说了 这里有一只螃蟹 原来是傻瓜蟹啊 这种螃蟹,动作特别缓慢 这两个夹子有点重 这边的珊瑚礁是真的好看哦 在珊瑚礁期一干海,经常碰到这种海怪 满潮的时候,他们就游到这个水坑来玩 哇,这一个好老啊 上面长满了这个藤壶啊 咱们帮它弄一下吧 这是咱们 国内二级保护动物 遇到的话只能够关闪一下 不能捕捉 我 有好多啊,我都没办法帮它清理 它的鲜名称之为中华后 这个估计有一定的年龄 上面长满了这些 藤壶 哎呦呦呦呦 你别把你这个尾巴扎到我啊 我是在帮你啊 哎呦呦呦呦 它还挺凶 嗯,差不多了 哇,你看它那个脚 哎呦呦呦,这伙 还不是那么的友好啊 他肯定以为我在伤害他 其实他不知道我在保护他 嗯,好了 回你的窝里去吧 现在连螃蟹 都有审美观了 跑来这些漂亮的珊瑚礁这边 这种螃蟹特别萌 它会喷水 看到吧 全身是盔甲的 石斑鱼都不敢吃它们哦 再喷个水来看一下 哇哈哈 虽然个头不是很大 但是它的技能还是挺牛的 走啦 哦哦 一条海龙 中个头的 逮住那个头 哇 这家伙还挺有力的哦 逮住它哦呜呜呜 哇哇哈哈 看 开始纏绕 死亡放滚啊这家伙 哎,稳一点 给它放桶里去 有货咯 有货咯 响咯 是不是很漂亮啊 什么玩意啊 是海蛮 嘿嘿 家伙 哎呀 应该是输来寻找猎物的 这种飞气的水井是以前人家仰豹鱼用的 哎呀 哇,一条八爪一 嘿嘿 应该是满潮的时候就叫我跑进来玩了 来的时候好好的 出不去的 哇,三大金刚 哇 这是,这是走了狗食用的 哇,这个肥 这估计有个三两了 哦,这几个又半斤多了吧 哎呦呦呦,那个不好掏 看 呼呼,爽吧 这边还有一水特别的清 就是没什么货桌 来这个大石头坑看一下 嘿,我还以为是什么东西 啊,这种鱼 最喜欢挨着那个石头的 误导你以为它是山湖椒 他想跑 嘿嘿 头戴一根针的 像壁雷针一样 是一条八皮鱼 特别温顺的鱼 我说呢,水怎么这么浑 你们看一下它是怎么炖地的 这家伙 一半生已经进去咯 一半生还在沙子外面 发心里啦 潮水退干之后 这些螃蟹啊,他们就炖到那个土里 哦吼 四条海虾 夹不住 抓住头了 哈哈哈哈 有条鱼被搁浅在这个水坑里 受伤了吗 哎呀 哇,这玩意 它会反口来咬你哦 用这个咬自己吧 哦 被它咬到一口的话 不得了了 哦哦 两个金蛋楼 躲在里面 这两家伙应该是拍太阳晒他们 哎呀 哎呀 这个应该最多就是 三两吧 这一个应该有个半斤 哦哦 有个海盗现在这里 这家伙是在午休吗 哎 这种螃蟹 甲壳特别硬 抓回家煮熟之后 还要拿胶石来敲开 慢悠悠的 都不会攻击人 哦哦 有一条虾在这里捕食呢 这家伙在吃什么 哦 爬在这个 海底上 哎呀 夹到它的时候它还想跑 好大一只 哇,这些水坑 哇,亲切 哎 哦,差点让它钻到里面去 哦,还有手块啊 淘下里面还有没有 这是它的老屋 再来慢一点的话 是麻烦 错过一只啊 那海螺就经常躲在那个石头下面 尽量翻一下这些石头 有是有了,但是都是小的 少一些大的吧 哎 哎 有个什么东西游过这边来了 教室咱们给它拌出来 哦,不知道跑哪里去了 应该是螃蟹 哎呀,嘿嘿 看一下,这里就有货了 躲在里面 嘿嘿 一条石板鱼 蝴蝶板 兄弟还往哪里跑 哎呀,哎呀 还挺凶的 不错 有货了 赶紧去堵住它 哎呀,这家伙是跟着那个水流进来的 嘿嘿 还在摇尾巴 这种鱼特别搞笑 水流走到的地方 它就会跟着水流游 看一下跑了 沿沿过来就发现它 拖着一条鱼 这蓝蛙蟹 蟹熊出来 发现你了哦 我看一下,呀呀 哦,抓了一条这个 金鼓慢 你不要鱼了吗 呀呀呀 哈哈 哎呦 这样找地方钻啊 收了 这个水沟 这么漂亮,竟然都没有一个钱 这边有货 是一个蜘蛛螺 哎呀 哇,个头不错 这种海螺特别沉重的 比那个椰子螺还好吃 它的肉比较嫩的 再找一下 这边还有没有 我们已经上岸了 有喜欢阿平的帮忙点个关注 加个三连 下期在一起赶海螺 拜拜